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素有孤星之州稱號的德克薩斯州確實不一般 剛把拜登告上法庭 要求禁止執行拜登凍結遣返非法入境者的行政令 並在1月26日獲得勝利 當天 又有德州議員提出德克薩斯獨立公投法案 允許德州人對是否獨立進行全民公投 這個法案代號為HB1359 由州眾議員卡爾比德曼提出 這個議案首先需要在州議會投票表決 如果獲得通過 那麼德州將在2021年11月份的選舉中 進行是否獨立的全民公投 如果獲得選民的批准 按照《獨立公投法》 就將成立一個臨時聯合委員會 對恢復德克薩斯作為獨立共和國地位的 最有效方法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實際就是開始制定過渡計劃 解決德克薩斯與聯邦政府脫鉤的所有相關問題 這些計劃要在2022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 並向德州立法機構和德州公民報告 臨時聯合委員會將由副州長 和眾議院議長任命的4名州參議員 和4名州眾議員組成 副州長和議長將擔任這個委員會的聯合主席 關於德州獨立 早前就有了一個專有名詞 叫Texit 德州脫美 是效仿英國脫歐創出的一個新詞 從彼得曼在網上列出的 有關於Texit的問答中可以看出來 他們對於建立獨立的德克薩斯共和國 已經有過許多的討論和研究 那麼 德州想要獨立的底氣 從何而來呢? 在聯邦憲法中 並沒有規定各州可以脫離聯邦 相反 各州的立法如果與憲法相抵觸 州立法則需要服從於聯邦憲法 不過 彼得曼在提出公投議案時發表了一份聲明 說明了他們要獨立的緣由並不是要抵觸憲法 而是聯邦政府 他說 國家政府不斷地辜負我們的工薪家庭、 老年人、納稅人、退伍軍人和小企業主 幾十年來 我們的聯邦政府 已經侵蝕了美國的承諾和我們的個人自由 現在是德克薩斯人民有權力決定自己未來的時候了 他說 德克薩斯州所有政治派別的選民都認同一件事 華盛頓特區已經遭到破壞 國家政府辜負了德克薩斯人的期望 應該讓他們就脫離聯邦進行投票 這個決定太大 不能只有國會大廈的權力前客壟斷 德州人的聲音需要被聽到 在Texy網上還明確說 支持德克薩斯獨立的人 熱愛美國 熱愛我們的國旗和憲法 我們不滿的不是美國 而是失控的聯邦政府 看起來 當憲法被當權者利用來侵蝕民眾的自由 打壓民眾的聲音時 德州人骨子裡的獨立精神被激活 他們選擇與華盛頓特區的當權者脫鉤 因為恰恰是那些人違背了憲法 記得不久前 德州說要獨立時 當時還有另外五個共和黨的州跟德州接觸 表示願意加入他們 其實 他們維護的恰好是開國元勳 用生命 財富和榮譽所建立起來的自由 是美國的立國之本 那麼為什麼說德州人骨子裡 蘊藏著獨立精神呢? 這是德州人在歷史上為了自由 浴血奮戰積淀下來的 德克薩斯Texas的名稱來源於土著印第安語 是朋友的意思 紅脖子德州人 給人感覺民風彪悍 但實際上熱情友好 德州的歷史也與美國其他州明顯不同 德克薩斯曾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叫做德克薩斯共和國 500年前 德克薩斯淪為西班牙殖民地 長達300年 後來墨西哥獨立統治了德克薩斯 隨後 大量美國人移民到了德克薩斯 1833年 墨西哥新總統聖塔安娜 開始實行獨裁統治 當時 生活在德克薩斯的美國拓荒者們 並沒有向聖塔安娜妥協 而是選擇了為自由而戰 其中 作為悲壯的戰役是在1836年 2月至3月爆發的阿拉末之戰 我們稍後來說一下這場成為美國精神代名詞的戰役 在阿拉末之戰一個月後 爆發了聖哈辛托戰役 當時 山姆休斯頓率領約700名民兵 高喊著鳴記阿拉末 向1200多人的墨西哥軍發起突襲 並以威弱山王擊斃了700多名墨軍 還俘虜了墨西哥總統聖塔安娜本人 迫使墨軍撤出了德克薩斯 同年 德克薩斯正式獨立建國 成為不再受墨西哥獨裁統治的孤星共和國 9年後 1845年 德克薩斯加入了美國聯邦 成為了美國第28個州 也是唯一一個以獨立國家身份加入聯邦的州 德克薩斯共和國雖然只有9年 但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造就了德克薩斯人 反抗獨裁 崇尚獨立的歷史情懷 我們再來看一下悲壯的阿拉末之戰 阿拉末承訪指揮官威廉·比特拉維斯 留下了一句誓言 他說 我決心盡可能讓自己像一個 不會忘記自己與國家榮譽的士兵一樣 戰死 勝利 或者死亡 1835年12月 德州起義軍攻佔了阿拉末 這是一個小型要塞 墨西哥總統聖塔安娜派軍隊 去鎮壓 當時3000士兵抵達阿拉末附近時 阿拉末的德州守軍大約只有100人 指揮官向其他定居點和美國求援 但是趕來的只有騎兵軍官威廉·姆斯·特拉維斯 一門炮和零零散散的志願者 以至於困守要塞的守軍是只有200多人的民兵 他們缺一少量 但要匱乏 但是 無論是遭到墨西哥軍的炮擊 還是陷入絕境 德克薩斯民兵都不屈服 到1836年3月5日 墨西哥軍發起總攻 先砲擊一整天 晚上派出了1800人偷襲 德克薩斯民兵在城牆施捨後沒有畏懼 特拉維斯對民兵們高呼著 孩子們 墨西哥人就在這裡 讓我們把他們送下地獄 民兵與墨軍展開了激烈的廝殺 墨西哥士兵大多是新兵 不敢前進 結果 七級敗壞的聖塔安娜 把500名騎兵和步兵預備隊全部投入戰場 發起了第三次攻擊 墨軍倚仗著數以倍計的兵力優勢 從多個方向同時進攻 讓勢單力薄的守衛者們難以招架 城牆 觸籃與炮兵陣地都相繼淪陷 特拉維斯也英勇地戰死在了城牆上 民兵被逐漸壓縮到了教堂附近 但是 他們並沒有放棄 反而越戰越勇 最後退入教堂 就在這個小教堂裡 勇敢的德克薩斯人為自由而流進了最後一滴血 殘烈的戰鬥一直持續到清晨 墨軍才終於控制了阿拉莫要塞 大約182至275名德克薩斯民兵 永遠倒在了要塞裡 抵抗軍們的犧牲化作了改變歷史的力量 在阿拉莫之戰的鼓舞下 越來越多的德克薩斯人 站在了爭取獨立的第一線 一個月後 德克薩斯人在聖哈辛托 痛擊墨西哥軍隊 並贏得了德克薩斯的獨立 成立了德克薩斯共和國 今天 在德克薩斯人眼裡 他們將又一次面臨失去自由的危險 社會主義左派正在統治著美國 看看德克薩斯人為了自由 反抗獨裁統治而浴血奮戰的歷史 就不難理解他們今天為什麼想要獨立 只不過 進入了文明社會 他們現在選擇了非暴力手段 採取公投 讓德州人自己來選擇 然後再與聯邦政府商榷 而走到那一步 還得兩年之後 很難想像兩年後的情況會怎麼樣 我們只是在討論德州人要獨立 底氣從何而來 應該說 還有一點就是德州的實力 從人口和面積來說 德州都是美國的第二大州 經濟富裕 德州還有一支自己的軍隊 叫做州軍 State Guard 有軍銜 指揮官是州長 不過 主要任務是幫助救災和巡邏 這支軍隊在2019年人數不到1700人 顯然 要保衛國家 這支軍隊是靠不住的 那麼 網上說德州擁有的軍力很強 是怎麼回事呢? 說 德州擁有的軍力至少包括一個枕邊陸軍師 兩個枕邊陸軍作戰旅 一個空中作戰旅 五個戰鬥機大隊 一個空中運輸大隊 還有七個獨立團 外加大量後勤保障部隊 州長是軍隊的總司令 這個也許是指德州的國民警衛隊 國民警衛隊接受總統和州長的雙重指揮 還不能完全算是州的獨立軍隊 平時駐紮在各州 有人說 如果州長指揮國民警衛隊 去對抗聯邦政府 那麼 總統可以撤銷州長的指揮權 問題是 如果一個州的選民公投獨立 國民警衛隊說不定就選擇聽從州長的指揮了 上週有好幾個州的州長 直接下令從DC撤回他們的國民警衛隊 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而且 州長也不會主動調兵去對抗聯邦政府 在Taxel網站上還專門解答了 德克薩斯共和國的國防問題 他們參考北約的要求 把平均2%的GDP用於軍事和國防開支 據此 德克薩斯每年將提供大約 377.4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這將使德克薩斯在全球國防開支中 排名第11位 聽起來很強大 這些軍費將用來征募 訓練 裝備 和維持超過12.5萬人的現役部隊 這與目前在美軍各部門服役的 德克薩斯人的數量一致 剛才我們討論的都是停留在人這個層面 締造美國的神可能不這麼認為 美國的版圖從13個州擴張到50個州 沒有神的旨意是不可能實現的 神可能會更希望保持美國的統一完整 神選之子川普也將亡者歸來 好了 今天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